近日,山东德中一再建工地内发现一处东汉时期的古墓,距今约1800多年,该古墓墓门和墓室内彩绘壁画仍然清晰可见。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介绍,这种带装饰壁画的专实墓葬对于研究东汉历史有重要的意义。 11月20日,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,两座墓葬为中轴线布局,墓像朝南,墓像一致并且并排分布。 一座墓葬长近20米,宽近6米,另一座长16米,宽4米。 根据墓葬的形制,并结合出土的绿油陶器、陶楼、陶碗、铜环等随葬品。 考古人员判断,这两座墓葬属于东汉晚期的家族墓葬,墓主在当时会有一定地位。 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负责人张芳超介绍,这两座墓葬于今年6月份被发现。 挖酒机然后在取土过程中,然后发现有古墓,然后他们进行了这个,就当时就暂停了,然后进行了上报。 我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现场的钓刊,通过钓刊发现了这两座就是东汉晚期的,就规格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汉墓。 从我们这个发现情况看,是有盗洞的,有可能是属于早期被盗,因为东汉晚期,包括草卫时期,这个盗墓现象还是比较畅绝的。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,此次发掘的两座墓葬的墓门和墓室内有彩绘壁画,颜色有红彩、黑彩、白彩、蓝彩等。 纹是有鱼纹、几何线条纹、植物纹、菱形纹、星秀纹等,多成条带状分布。 赵方超告诉记者,此次发现的装饰性及仿木结构壁画,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发现有很多彩绘的一些壁画,当然它并不是说人物故事或者车马驻行一类的这个图案, 而是主要是以仿木结构的这个彩绘这个装饰画为主。 尤其这个墓门这个位置,整个的它是有很多层,每一层这个网络都不太一样, 都是直接预制好之后,然后把这个墓门修起起来,整个它成一个像一个彩绘壁画的画面一样。 赵方超表示,在山东德州发现东汉墓葬很不容易, 由于德州地区位于黄河泛滥区,存在大量的淤积层, 这两座墓葬属于东汉时期,年代久远,已经处于地下接近四米的深度。 因为咱们这个德州啊,是处于这个黄河泛滥区, 整个的包括这个汉代的物质遗存啊,都普遍埋藏比较深, 如果不是因为工程建设很难发现的, 而且咱们这个德州这一块,就如果说发掘的话, 一般可能两到三米就开始出水了, 这个也是咱们就面临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方面。 据了解,山东德州东汉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结束, 由于该墓葬被发掘于在建施工工地内, 不便于原职展示,将对其进行拆解保护。